我们常听说有能锁 正得无能锁就没有分别心 请您解释什么是无能锁 锁和能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去看这个前面的桌子的时候呢 这桌子叫做锁锁锁锁闻 然后能是什么呢 用什么东西去看这个工具 也就是我们的实觉叫做嫩 桌子就是锁 我们的实觉就是嫩 声音就是锁 我们的听觉就是嫩 佛教里面经常讲这两个字 就是这两个 然后没有这个无能锁的意思 就是说没有这个 比如说我们平时有这个执着 我们认为坐子是锁 它在外面 然后我们的视觉是能 它在立面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分开 就是分别 这叫做分别年 两个不同的执着 有这个的时候呢 它就是有执着了 那物说能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执着外在 不执着内在 这内外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 诗清消失的时候 当然这个是要真悟空心 这样子叫做这个无能锁 是的 对